明明是侯友宜的新北大招式 但辣的男人韓國瑜 搶盡逢頭 这番话更简线 韓国瑜自知人气大胜侯友宜 尤其2020韓国瑜参选 侯市长没权利相挺 早就激怒深蓝选民 如今韓国瑜出面 帮忙米平 韓国瑜自知人气大胜 韓国瑜同台讲得很卖力 但侯友宜上台时 不少民众直接离去 而他现在还得面临的 是蓝白合不合的压力 好民众党 大家都用相关心理 我们已经正式提出一个方法 开放式的民主出选机案 我们大家要正硬 韓友宜讲完 马英九似乎忘了手上拿着麦克风 捏了捏他的手 称赞有进步 若见韓友宜民调相对弱势 国民党提出方案 想踩入战优势 民众党目前并不同意 同意时间 还有关公兄弟郭台铭动作平平 韓友宜 郭董事长 都是关公的弟子 好兄弟啊 判断什么 猛力扎鬼 猛力扎鬼 相信朱主席 一定有智慧 能够赢回郭党 郭董的会对 声声唤要关公兄弟 回到国民党阵营 但此刻磕 猴 锅 各有盘算 想当赛野共煮 还得相互角力 三十年前的朱士军 幸福报道